早晨,大家好,又是我,我是Roger 我今天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先上面 参加我们这个《游言没落》的第二天的节目 我们很开心,昨天又带了给你三个很不同的音乐节目 昨天呢,亦都在这个空间 我稍后会殉众要求介绍一下这个空间给大家 我也想多谢一下在线上的朋友 有很多朋友都很慷慨地 我们都收到不少捐款的 希望大家如果觉得我们做得好 或者继续想鼓励我们做更多的节目 也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结束了节目之后 会向大家发出一些questionnaire 大家填完之后也还有机会向我们捐款 多谢大家 好了,昨天那几个节目 其实都代表了我们想这个《游言没落》的节目的一些氛围 就是有不同的节目,有中有西 今天也是一样 其实这个空间,这个大宅的设计氛围 就是一种叫中式节充主义的氛围 有松有势,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这个空间也是一样 这个空间以前是大厅 大厅的摆设,最主要的作用都是宴客 其实这个空间如果不是做一个演奏的时候 其实中间有一张红色的圆地毡 上面有圆的傢俬 那些傢俬也很慷慨 我们胡仙女士捐出来当年胡氏家族用的傢俬 在我的左手边 昨天有两场音乐会 包括《三言四起》和《Vasso》的演唱会 都是在这里 在背后的月门 月门其实都是很中式的摆设 大多数都是在外面的花园 你会看到 现在其实这个是以前的主入口 透过这个月门里面 你会看到月门上面 有六块很大的彩繪玻璃 如果你来这里看到的时候 你会细心地看 也会看到右下角有一个水印 就是当年在佛罗伦斯来的时候 做那间厂的水印 隐隐约也看到当年设计师的标志 左边的月门讲完 右边的月门就是第一场 就是Adrian和Alex演奏的背景 这个背景 其实月门也有六块彩繪玻璃 这个彩繪玻璃有两个不同的特色 就是其实中间那四块就是旧的彩繪玻璃 而旁边那两块其实是新造的 因为很久之前那两块是旧的 旁边那两块就是烂了 没有复修过 也没有再还原过 亦都是胡小姐很慷慨的 捐了两块新的 我们是做了一个设计征扎的比赛 有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帮我们设计 还有一个香港帮我们 扶修这些彩繪玻璃的师傅 一起帮我们做了这两块彩繪玻璃 讲完这两个月门 回到中间这个位置 今天第一场音乐会的背景就是我后面 你看到这里已经设计了 后面我又要卖一点点关子 因为其实大宅这个空间 当我们开放给公众的时候 其实是免费开放给公众 星期一至星期日 都可以来这里看到这个空间 但是如果想上楼上 就要参加我们的导赏团 我们导赏团每个星期都有六个 到我们开放给公众的时候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如果你们想参观的话 不过我们待会三点钟那一场 音乐会就会在楼上直播 到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再跟大家讲解多些 这个楼梯有趣的地方 你看到也很反映了 这种中式折衷主义的元素 其实你看到楼梯顶上 是有个飞蟬的 奇怪的也好像月门一样 飞蟬很多时候都是在室外 在建筑物的外面才看到 他当年在这里做了两个飞蟬 你们看不到的就是 镜头后面也有个飞蟬 我后面的飞蟬 上面也画了一个八仙过海的图案 在你看不到飞蟬 上面就是画了姜太公钓鱼的一些彩繪 我觉得也是 希望疫情过了之后 大家可以亲身来这里再看一看 好吗 我不说那么多了 因为我昨天也说过 我不是主角 音乐才是主角 那我就 Cheryl就会跟我一起 和Selena会跟我一起 讲一讲今天的节目 第一个项目给大家听 大家好 我是Cheryl 首先很感谢香港中乐团 今天来这里演出 香港中乐团是我们的中乐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是非常之荣幸 有他们的参与 我们其实2014年到现在已经一起合作了 之前就可能在各方面 在他们上环民园中心的场地去演出 这次应该是香港中乐团第一次在虎炮乐谱 我们开完之后的虎炮乐谱 演出 所以我也想和Selena谈回几句 看看你们今天的感受 还有可以多讲一些你们的乐团 或者今天这个组合的演出 我们首先真的非常之开心 我记得那时虎炮刚刚开始去策画的时候 我们也一起去参与 参与那个大宅 真的非常之很感动 就是看到今天全部已经落成了 开始就有一些正式的演出 也在疫情期间有这个online的演出 乐团大家都可能觉得 香港中乐团1977年成立 好像全部都是大乐队 其实乐团现在的发展 已经有大乐队 也有很多不同的小组 而今次我们特意 也有我们的谈叛乐小组 来参与这一次的演出 我期望在将来 我们会继续和虎炮 有很多密切的合作 以及一些很暂新的节目给大家 好 谢谢Selena 不如刚才Roger也说 音乐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不如事不宜迟 就加台给中乐团 去听我们今天的演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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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游言活乐 线上音乐节 弹拨乐趣的直播音乐会 我是今天的思姨黄瑞桥 今天我们香港中乐团很荣幸 可以来到虎炮乐谱 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 为大家带来一个 别出心才的直播音乐会 香港中乐团 今年已经踏入第44个乐团 是全香港唯一一个 拥有91位编制的大型职业中乐团 数有香港文化大使之称 我们乐团有四个声报 分别是敲击 吹管 拉延和弹拨 今天我们弹拨小组 就会来到这里 为大家演奏八首中乐的作品 第一首会为大家演奏的是三鹿 演奏八首歌 一首会为大家演奏的 演奏八首歌 以往前一首会唱到 是谁演奏的 在我开演奏的 都故意尽 在我开演奏的 尴力这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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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